當我們閱讀中國的近代歷史,就會找到現在的新香港幾乎每一件事情都是依稀有藍本的 我們提過50年代的反右運動,而當時在49年之後,本來還有所謂的民主黨派在中國大陸存在 本來他們以為是民國時代,雖然政府比較專制,但他們說說不同意見都會被包容 但到了反右運動的時候,所有民主人士,還敢說話那些,甚至已經不敢說話那些,都被打成所謂的右派 自此中國的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就知道原來遊戲規則是不同了,只可以清一色 其他所有的名目都是不重要的,你什麼黨什麼派,其實都是共產黨領導 而這個清一色的制度,正正是這個執政黨最舒服,也是唯一懂得的制度 我們講這個背景,跟我們今天講的主題是色色相關的 主題就是新香港新一課叫做清黨 新香港那個所謂的完善議會被聲稱為五光十色 實際上大家都看到,只是最乾淨的清一色 而清黨正正是這種反右文革,那種或清界線的思維 我們再想想清黨背後是怎樣操作 組織體系是怎樣,結構性問題是怎樣 是更加令人不寒而律 以後提及那些政壇前輩 有一些本人是認識的,有一些是不認識的 我們經常說,名字是不重要的 這些只不過是一個計劃中的變數,所謂的代表 還要是結構 所以我不會提及我所認識的朋友的 具體事跡 只會說純粹的 大背景和結構性的議題 否則就會見樹不見林 阿雪曾經在舊香港 立法會 或是當時的立法局 第一大黨的自由黨 曾幾何時? 宣布他們的中委會一致通過廢除 榮譽主席的職務 這些本來都是一個黨的內部事項 你要叫什麼名字 你要做什麼職位 都是你自己的事 但這次很明顯 是有針對性的 自由黨的榮譽主席 曾經做過主席 退下來的人 即是黨內的元老 通常都是德高望重的 現在有四位榮譽主席 其中三位 都是在港英年代 就已經是 立法局議員 做了幾十年議員 非常非常資深 包括了 田北俊 周梁淑儀 以及 劉建儀 我們知道在舊香港的議會 立法會中的職位是論資排輩地坐 所以越是職業越是資深的就坐得越前 所以他們本來都是最前列的那些議員 取消榮譽主席職位其實就是要令到這一批的榮譽主席 政壇元老 港英年代就開始做議員的這群人 沒有任何身份可以說話 於是田北俊、周梁淑儀、劉建儀就分宣佈退黨 他們退黨的原因就是 這麼大件事 你都沒有跟我們擔心 我們有沒有分開會 這個不是對黨內同志 對前輩、對黨友應有的禮貌和態度 這是表面的說法 實際上他們當然知道背後的操作 是怎麼回事 因為在北京硬中 自由黨從第一天成立開始 就有兩種原罪 第一就是港英餘孽 當時他們固然是代表香港商界 也是廣義的建制派 但是跟港英政府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雖然他們集體轉態 但是這個原罪 北京是一清二楚的 再加上他們在香港做生意 多多少少都是有本土派的色彩 這一類所謂的本土派 不是我們平時過去十年習慣標籤那種的本土派 而是說這群商人 因為他們在香港做生意 亦都知道香港的獨特性所在 所以每到一些關鍵時刻 他們知道香港核心價值 知道民意 都會說說人話 說人話以前都是常識 建制派不等於說不懂說人話 這是一個基本的生物功能 但是現在我們用新時代的標準 說人話是一件很可貴的品質 起碼新建制派 就基本上找不到 於是自由黨就有這樣的原罪 外國勢力、本土勢力 而他的創黨主席李鵬飛 曾經 也是立法局的首席議員 當時也曾經是 特首潛在的候選人 但是他創立自由黨之後 他也參加過直選 贏過也輸過 但是他的晚年 就成為了泛民的同路人 也加入了陳芳安生的一個智庫 就是想促進香港的雙普選 北京 開始覺得他不是自己人 這個定性 也是很清晰的 至於在李鵬飛之後 做自由黨主席的田北俊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很清楚 他在2003年 23條這一役 是倒戈 當時他是行政會議的成員 帶領著一個很重要的政黨 而當時自由黨是有很多票的 宣佈不支持這個23條 這一役是令到北京 深深地記恨 後來田北俊也是被所謂的撕柴 他批評過後來的特首 梁振英 被剔除於政協的名單 而且不是 在他任滿之下 不能延任 而是 積炒的 在中國的標準來說 都是相當之不給面 相當之罵 收聽 為了瓦解自由黨 我們可以看回香港的歷史 其實背後我們可以看到 一切是怎樣操作的 首先北京是拉攏一位金主 是好著名的商人 林健鶴先生 在自由黨挖走一批當時的議員 林健鋒、梁維和芬等等 成立了經濟動力 即是現在的經民聯 這個行為是令到自由黨議席大減 變成了議會的一個小黨 這件事已經是令到自由黨 元氣大傷 再沒有以前的影響力 但是 這是不足夠的 接著北京在自由黨內部 扶植 走比較深藍路線的張宇仁 做他的代理人 而一些新一代的自由黨議員 例如現在的主席叫小家輝 亦都是走同樣的路線 相反 田北俊和同樣屬於港英時代的 資深議員 剛才他們提過的 周梁淑儀、劉健元等等 因為他們依然會說說人話 就不斷被 在2019年的時候 這幾位都是 批評過林鄭月娥處理逃犯條例不當 亦都公開要求成立 獨立調查委員會 而這些 白紙黑字 當然 北京亦都會 看在眼淚 於是在港區國安法通過之後 就是清黨 算總像 首先就是跟隨 田北進路線的 自由黨黨魁 鍾國斌 在 去年 所謂完善議會 所謂選舉 居然是連任失敗 我們知道這個所謂的完善議會 所謂的議席 增加到90席 大規模派病 很多本來根本 不是立法會 區議會都未必選到的人 當選 但是一位重要政黨的黨夫 也是做了很久的 立法會議員 居然在這個完善議會選舉 連任失敗 又是大家明眼都知道怎麼回事 在政圈都會知道 他是相對跟田北進路線 其他的自由黨成員就已經是 現在的深藍路線 現在又要廢除榮譽主席 不想田北進等人再有任何身份 發言 政治上要他們消失 同一時間我們看到另一個佈局 跟李鵬飛、田北進、周倫淑儀等人 在港英時代就開始做立法局議員 已故的鄉議局主席劉王法先生 亦都經歷了一個鄉議局怎樣被慢慢奪洩的過程 其實技術上 劉王法也是自由黨的創黨成員 自由黨就太自由了 又不會有那種紀律 於是在 經濟動力 經文聯的前身成立的時候 法叔就過檔那邊 不過反而他也是掛名 他的權力基礎 完全是鄉議局 而鄉議局的成立 和新界的租約是很有關係的 基本上港英就是當鄉議局的鄉身 就像阿拉伯遊長、印度土王 間接管治的一種形式 而鄉議局本身是代表著一定的利益 以及一定的 本土的聲音 雖然這種聲音也叫建制派 但是北京 不管什麼派系 總之一切都是要直接控制的 劉王法是經歷過很多的大風大浪 這麼多年無論政權是港英 或是特區政府 或是背後的 中聯辦、港澳辦 或者是北京 都好 他基本上都會懂得怎樣處理 即是表面上 全部都是很聽話 但是也會說一些 不同的聲音 在一個局中 做一種制衡 這些東西北京也自然 不會不知道 於是小動作又開始出現 首先就是找民建聯去取代了劉王法 本來的立法會議席 他本來就是代表區議會的功能組別 那麼 中聯辦就找民建聯的代表去選區議會的功能組別 發叔只能夠回到另一個 他自己地頭 即是鄉議局的功能組別 亦都是說鄉議局 曾幾何時 又說要組黨 又說要在立法會裡拿幾席 但是自此他知道 極其量就是那一席 然後更加指標性的就是 在他過世之前幾年 同樣都是屬於新界鄉新大走更激進路線的何君堯 就在劉王法所屬的屯門鄉市委員會那裡修例 禁止任何人連續三屆做主席 而發叔在那邊已經連任了很多屆的主席 因為是鄉市委員會的主席 就是一個當然委員可以做區議員 所以何君堯這個修例就令到他自己 取而代之 就成為了屯門的鄉市委員會主席 雖然發叔之後又當選 因為修例之後就說不可以連續三屆就可以斷 但是 整個矛盾就白熱化 而這一系的人自然對何君堯這一系非常之憤恨 大家都可以想像 即是公開 但是背後的恩怨怨一切都可以理解 直到發叔就病世了 他兒子劉業成就勢集了這個位置 但是 今時不同往日 時內不同 他的本錢也不同 沒有了他父親那種抗衡中聯辦的一些潛在的手段 鄉義谷慢慢成為了 一個普通的社團 話說今次我們說的清黨故事可以說回法叔最後的階段 本來都留下一些鄉義局的元老去制行類似何君堯的激進勢力 代表人物就是他的媒夫叫薛浩然 薛浩然其實也是一位港英時代的資深立法局議員 他在80年代後也是做過立法局的 也就是一位政壇元老 發叔過世之前 鄉義谷是成立了一個叫做鄉義谷研究中心 我們平時可能覺得鄉義谷有什麼做研究的需要 總之就有一個研究中心 中心就有 TITLES 就有一個主任 主任就是薛浩然 就是劉皇發的媒夫 當時發叔仍是在生 委任他做這個位置 也不會有人反對 再加上他也真是 一位元老 這位薛浩然慢慢成為了鄉義谷最感言的人 經常都會批評政府 批評建制派 講真話 講人話 甚至他連珍言真語 真姐的節目都敢上 當然北京也會看在眼淚 也會認為他代表了鄉義谷前朝餘孽的勢力 甚至更加上綱上線的 武士 信賞內部報告都不會缺乏 到了今年的七一所謂的受訓 赫浩然 老先生在他自己的YouTube頻道 雖然看的人不多 拍片 諷刺 受訓的人不是實至名歸 其實這些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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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 非常mild的評論 受訓的名單 你覺得哪個人是 Deserve 哪個人不是實至名歸 其實這討論很明顯會有的 古今宗愛 荷蘭水蓋 難道整個名單每一個人都是實至名歸 不可能 這一種的評論 原來都已經刺激了某些人的神經 接著有關部門 好像說不開心 就生氣 向現在的鄉義谷施壓 於是 劉業強現在的主席 即是法叔的兒子 和副主席等人 代表鄉義谷出聲明 立即割席 而這位 謝浩然其實是劉業強的孤長 但就算是親戚也好 立即割席 做法是非常徹底的 是將整個鄉義谷研究中心 即時取消 取消了 中心也沒有了 中心主任 就算同樣沒有了 即是說 邀浩然先生也立刻失去了 政治上的能量 也沒有任何官方的身份 可以發言 而他自己之後也發了聲明 話中有話 除了他的獲授權外 另外他一切言論都跟鄉義谷 與及劉王法家族無關 後者就是重點 與及劉王法家族無關 即是說你要割席 當然你割 但是大家明白 這些操作其實和容海恩 向 袁弓夷先生 他的老爺 或清界線 脫離所謂的爺式關係 背後的邏輯 思路是一樣的 總之 或清界線 清黨 不是自己人 說錯的話 就是敵人 非有積敵 不再存在什麼人民內部矛盾 總之任何東西不適合 就是敵人 我們除了可以反映 這些手法 除了可以反映到某些組織工作的細緻 亦都可以見到 有關部門的胸襟 這個胸襟是很驚人的 我們見到曾幾何時 譬如周恩來的時代 那種統戰的胸襟 都是幾海立百川 當然他統了之後的人的下場 是另一件事 起碼過程當中 是海立百川 亦都是有一定的風範 但現在 再沒有統戰這回事 因為沒有這個需要 全面管治 和什麼戰 全部都是自己人 接著就開始算總仗 算總仗是說 以前的東西我不是忘記 放在這裏 記錄在這裏 現在開出來了 明白了 有仇必報 雖然這種所謂的仇 只是 任何正常社會 非常普通的不同意見 總之 有仇必報 有人會打笑報告 然後有人會篤灰 說 哪年哪日說過這句話 你不是這樣也可以用 但是有恩幫過你 就未必會放在心上 所以到最後 任何人在這個制度之下 無論他表面的身份是什麼 什麼組織 什麼銜頭 都是一些絕對聽話的 被奪射的旗子 或者是所謂的不可信 不可用 而有原罪的人 講英詞內做過事的人 或者他本身是講過人話 有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等等 都會是洪水猛咒 都是原罪 所以你見到那麼多人 以前大家覺得都是正正常常 就是什麼立場來的一件事 起碼是有邏輯 突然之間都變得極度 令了密右講的東西 非常恐怖 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之下 人要自保 就是要做回 相應的行為 特別是有原罪的人 更加要比正常人 再阻一百倍 對於有獨立思考 尊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 舊建制派 就算是再得高望重的元老 只要他講過一兩個人話 現在的趨勢 都是要趕盡殺絕 起碼要他消失 政治能量終結 終結政治生命 除了針對他們本人之外 自然都是針對他們所屬的黨派 或者是所屬的利益集團 或者是所屬的鄉里 什麼都好 而且 亦都是殺雞儆猴 告訴所有人知道 新香港清一色就是唯一出路了 表面上 他們也要堅持 這個叫做五光十色 反正定義是自己定的 正如什麼叫民主 什麼叫自由 都是這個政權可以自己定的 他說這種清一色 他眼中看到很多種顏色 他說大家其實才是色盲 其實你看到前面的 就是五光十色 最重要是開心 你說是 就是 留下的人 留下的政黨 其實已經冒出任何自己的獨特性 總之全部都是背後那種的領導 大家都是飾演一個崗位 臨時演員都是演員 但是有沒有專業操守 就是另一件事 又或者 這樣才是專業操守 因為所有人 還是叫做人的 一些生物 一律是需要面目模糊 千面一人 大家 樣子就是這樣 說的話就是這樣 無論譬如容凱恩留在新聞黨 去經民亂 還是現在這種 整黨 清黨之後的自由黨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這個所謂完善議會 有什麼黨派有五席 有七席 有什麼分別呢 反正都是這樣的一回事 以前舊香港的建制派 其實都是承擔了不同的社會角色 裡面不少人都是有知識 亦都在某些時候會有一些承擔 如果不是 就不會成為被整肅的對象 但是去到新的時代 就好像反右之後的中國民主黨派 還有多少人敢說人話 還有多少人敢向政權 據理力爭 剩下的都是屠空靈魂 就好像新香港 我們見到的大廈 正義偉康先生的 小說追龍所說 也是這樣 表面上好像很繁榮 但是其實 只有一個驅學 人好像人形的暴偶 這些面目 這些下場 表面上看來 很正常 世界就是這樣運作 但是只要你望深一層 看下去 看不到靈魂 只是看到人 細思極恐 這些才是 徹底的恐怖 我會不會看 你會不會看 有一個人 就有一個人 谢谢观看